早上早了,大家好 我現在身處中環的文化酒店 正在過我的Staycation Definition of Staycation 就是 雖然我來到我的Staycation 但是我的護膚的步驟 都非常之不能缺少 所以我就決定在這裡拍一個 十大的我穿起 我的Skincare Products給大家 我知道大家都已經很想看很久了 是不是呢? 如果想看的就不說那麼多 我們立刻由洗臉開始 我最喜愛護膚品第10位 首先我第一個要說的 就是已經在我IGTV出現過的 這一支Indy Lee的Face Watch 這一支Face Watch 我覺得是我近期的recent favorite的Face Watch 首先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啫喱形狀 很像那些吃法式fine dining 不是很喜歡在豆腐上加了一些啫喱 稠稠的那些 它就是那個樣子的啫喱 它的質感也看起來像一些 比較高級的啫喱 首先這個Face Watch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呢? 因為它洗完之後 是不會有一種很稠很稠的感覺 大家看到現在不是蓋了泡嗎? 但那些泡全部都是很細很細的泡 它不像你翻肩洗手 你過水的時候 你的手就會變絕了 就是好像 好像洗走所有油份的那種感覺 這個不會啦 這個泡洗完之後 它也是有一種滋滋的感覺 那個滋是你擦也擦不走的那個感覺 但是滋又不是好像髒東西 或者是殘留了油的那種 只是它的產品上面 清水過了之後的一個質感 我覺得這個質感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所以我最近也很喜歡用這支洗面膏 好了 現在過水了 乾乾 洗完臉了 好了 現在洗完臉了 我最喜歡的第一步就是當然是洗臉 第二步 接著是什麼呢? 嗯... 不如一起上臉敷個面膜吧 下一個我要說的就是 Drunk Elephant 給我一隻大笨醬 給我一隻喝醉的大笨醬 沒錯了 這個就是Drunk Elephant的 Baby Facial 如果有接觸過Drunk Elephant的朋友 都知道 Baby Facial是 是非常受歡迎的 首先我想說今天所有產品都是來自我真心 不是廣告 OK 這個面膜我想說香港人真的很幸福 因為在世界各地除了美國之外 很多地方都不能買這隻Baby Facial 因為它的AHA和Acid成分是比較高 所以不是每個城市都可以買 但是幸好香港是可以入這個Baby Facial 所以我覺得首先香港人已經很幸福了 還有這個Facial有什麼好呢? 它首先就有25%的AHA和2%的BHA 我覺得它其中一個最好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幫你的臉去除了臉的死皮 就是說你平時塗護膚品的時候 因為你有很多死皮的關係 令你的護膚品沒有辦法沈進你的皮膚裡面 那怎麼辦? Drunk Elephant 幫到你 這個面膜放上去之後敷了20分鐘 然後就可以洗的了 然後你可以先去倒杯茶 現在準備洗臉了 在我洗臉之前想跟大家說 用這個面膜的時候你的臉會有點刺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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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個是正常的 OK? 搞定 很多朋友用完這個Baby Facial的時候 臉會有一點紅紅的 這樣也是正常的 OK? 用完那個Baby Facial之後 立刻皮膚變得細緻了 滑了 順了 但我感覺是有一種Baby Face的感覺 所以它才叫做Baby Facial 我覺得這個名字很貼切 好啦 下一人 我最喜愛護膚品第八位 好啦 死皮去了之後 當然要來一個深層的清潔 深層清潔我最近很喜歡用這個 Origin Clear Improvement的一個Mud Mask 首先這個Mud Mask 如果大家有follow我的IG 看看我拍的影片 都會知道我之前已經拍片 講了這個Glam Glow的Mud Mask 這個和Glam Glow有什麼分別呢 塗完你就明白 首先我講了外觀上的分別 Glam Glow的深層清潔Mask 它乾了之後 你是會看到你的毛孔 全部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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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被抽出來的感覺 而這個乾了之後 是沒有這個效果的 看上去不會皮膚的毛孔是一點一點一點的 相反我覺得Origin的這個Mask 敷完之後是沒有那麼乾的 那這個活性炭Mask的 是有這個白泥 然後就可以令到你的毛孔 可以把它的髒東西抽出來 給你毛孔的一種relief 放鬆的感覺 皮膚好是需要很多的保養的 OK 好了 去角質又搞定了 深層清潔又搞定了 那下一步是什麼呢 當然是敷一個保濕Mask 我最喜愛護膚品第七位 保濕Mask 這個就是SK-2的Facial Treatment Mask 首先我想說 這張Facial Sheet 這張紙是非常這麼luxury 因為SK-2也是一個luxury skin care brand 它這張紙是非常厚的 是你在外面買的那些 90元張的面膜 是不會有紙的厚度 那種luxury的感覺 我忘了說 它的袋子拿了面膜之後 它永遠還有超多的精華 我倒給大家看看還有多少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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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多 超多 這裡是夠敷你的整條頸 還有你的手腳腳可以敷 好了 說完保濕的臉後 就要說一下保濕的身 我最喜愛護膚品第六位 最近經常曬太陽的關係 我的皮膚都是超級乾 還有脫皮的 然後我想說兩樣我很喜歡的 新產品就是它兩個 其實我到現在都不太懂得讀 是不是讀Fan 這張專門是曬太陽後 之後塗的一種Cream 你看到它的質感是比較水的 它不是很厚的 就像一個水型的感覺 塗完之後真的很舒服 令到我曬完之後的皮膚 是有一種滋潤的感覺 塗完之後還有一種很天然的香味 接著就是這一種 但這一種其實是比較濕疹的朋友用的 但這一種我自己都很喜歡 有時候因為我曬完太陽的關係 我塗完的Cream 吸收得太快 我很希望這些Cream 可以在我的肌膚上逗留得久一點 令我感覺到那些Cream 一直都在我皮膚上 不會一下子吸收 好像很渴的喝水的感覺 但這一種就做到這個效果 那因為它首先是 原本是被濕疹的人塗的關係 所以它是特別稠的 大家看到嗎 它很稠的 而且就算它沒有了之後 塗完之後 它都會一直在你皮膚裡面塗留 我想差不多大半天 十幾個小時 你摸下去皮膚都會黏黏的 如果你不喜歡黏的朋友 這隻就極度不適合你了 但如果你皮膚乾到 你是不介意你全日皮膚 如果它都有一種黏黏的感覺的話 這一隻是我試過這麼多牌子 唯一一隻做到這個效果的 Body Cream Body Lotion 真的超好用 非常好用 我們現在來一個脫面膜環節 好了好了 所有面膜已經敷了 第一步要做的東西就是 塗精華 我最喜愛護婦 第五位 就是這支 Estee Lauder的 微精華 Micro Essence 這支Micro Essence 我想我在2020年 已經在用第三支了 第三支用了一半 平時的人說會很有儀態地 放一點在棉花慢慢塗 但我就是這樣的 我直接這樣塗 首先這支微精華 要在你塗任何的Cream 之類之前去塗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會幫你吸收 你之後塗的所有產品 它除了可以幫你保濕之外 它還可以把你之後塗的產品 迅速加強地抽到你皮膚底塗 令到你之後塗的東西 就更加容易吸收了 明白嗎? 記住微精華不是Toner OK嗎? 講多一個功能給大家聽 就是如果你的皮膚曬傷了 你可以把微精華放在棉花上面 然後可以濕敷在你的肌膚上面 它就可以幫你舒緩和增性你的皮膚 我最喜愛護婦品 第四位 好了好了 接著要講的就是Charlotte Tilbury 這支Magic Serum 精華素 這支我現在還在試用的階段 我已經用了三個星期了 這個精華精清就可以令到你的肌膚有一種年輕的感覺 它說這個臨床實驗有93%的朋友用完之後 都說是令到皮膚有一種明顯地顯著 你看到有年輕的感覺 年輕了 不是不試一下 對不對? 我現在也是在試驗階段 但是我自己用後的感覺 我也覺得感覺不錯 所以我就想放在這條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這支是新出的一個Serum 我最喜愛護婦品 第三位 接著這個就是一個來自於台灣的品牌 它叫做Nomel 大家知道楊佑玲是誰嗎? 知道楊佑玲的未婚妻是誰嗎? 她就是建立這個品牌的一個女生 她是我大學時候的一個同學 她是因為我同學的關係 令到我去試用她的產品 但我在這條影片說 絕對跟她和我同學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我覺得她的產品是真心真心 我覺得是好用的 首先在2020年我已經用第二瓶的這個品牌 而且它已經是建底了 看到嗎? 已經建了底了 這個品牌我覺得很適合 everyday的品牌 因為其實我的皮膚是很乾 吸東西吸得超快 完全是飢渴到爆炸的一個肌膚 但是這個品牌是真的在我很需要用品牌的時候 可以頂到我那個很飢渴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這個品牌又不會太黏黏黏 夏天的時候出外 我又不會覺得很黏黏的感覺 很乾爽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品牌真的很好用 所以我已經用了第二瓶了 而大家看到這個黑色的設計 會不會想到這個品牌的中文名字是什麼呢? 靜靜地告訴你這個品牌叫做夜貓霜 我最喜愛護婦 第二位 接著我要說的就是Facial Oil 我現在想到這一年的Skin routine 我做了任何Skin Care routine之後 我一定要用Facial Oil上去 因為我覺得Facial Oil是終極的一件事 可以令你和髒的空氣和任何的感染 隔絕了感覺 就好像你在水上面 倒一些油上去 它會幫你隔絕了那些水一樣 我塗完這些東西 我都希望它可以滲入我的皮膚裡面 所以我需要一件事 把我的霜霜 到它的底層裡面 而Facial Oil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就會用到這支 Facial Oil 但這支Facial Oil的質感 我不像在臉上 因為我待會要外出 所以這支是晚上才用的 但這個Facial Oil 是非常厚的 但它的厚程度 是有少少相近 Drunk Elephant的Marula Oil Marula Oil 大家都知道我用了一段時間 但這支 它的質感 是比Marula Oil 再薄一點 但這個也是屬於偏厚的感覺 而且因為它是油的關係 它真的很貼很貼很貼你的肌膚 所以這個我很喜歡 但說到日用我最喜歡的Facial Oil 它就是 我最喜愛護膚品 至尊為 Gerlan 沒錯 它就是Gerlan的這支 風物Youth Watery Oil 沒錯 它的中文名叫 電吸風黃水型黑風活肌脈 OK 它的名字很長 首先說一下成分 它成分裡面 有黑風物 修護技術 但有水一般的輕薄 辣辣辣辣 這個是真的 剛才已經說到 這個是日用的不得了的Facial Oil 因為我平常用Facial Oil 我都是這樣塗的 你看它馬上塗下去 它塗下去 真的是一種好像水的感覺 它是我用過這麼多不同的Facial Oil 最薄 最水潤 最容易推開 最不覺得很黏黏的Facial Oil 所以這個Facial Oil 我真的很喜歡 很喜歡 很喜歡 早上做完我的Skin routine 或者我就這樣洗完臉 我什麼都不塗 我只塗這個油 就直接出街 因為這個真的令我覺得 我的皮膚可以跟世界 加上過濾網 令到外面的髒東西 是進不來我身體一樣 我相信一定有朋友會問 那用Facial Oil的話 臉不會很油膩 沒錯的確 臉是會油膩的 但是這個油膩 可能在半個小時 或者一個小時內 就會吸收在臉裡 所以你不用擔心 全日臉都會這麼油膩的 OK? 我還以為全日臉都會這麼黏 解不解答到你的問題 沒錯了 對上說的這10樣產品 就是我最近很喜歡用在我的肌膚上面 令我的皮膚 保持這麼水潤 保持這麼滑滑滑滑的產品 希望這些產品可以幫到你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大家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你訂閱我才會給我鼓勵 我會繼續拍影片 是不是? 然後記得要開啟鈴 還有呢 還有什麼? 按我的IG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給我看一下 不想露點 是露薄的